用登录码去微信的服务端里面 去请求用户的登录的状态 请求登录状态 要在我们应用的服务端去完成 得到以后呢 就说明这个用户已经登录到微信了 这个登录状态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个呢就是用户的OpenID 这个就是微信用户在我们应用上面的 一个唯一的标识 它的值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用户的SessionK 它表示的是用户的微信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它的值以后是会改变的 这个登录的状态呢是微信那边维护的 在小程序这边可以使用 WXCheckSession这个接口 去检查用户的登录状态 是不是过期了 还要记着就是每一次在小程序里面 调用WXLogin的时候 会去刷新用户的微信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也就是每一次调用WXLogin 会导致用户的SessionK的值发生变化